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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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星期前收到電話 一個來自Saba的版面專賣店 就打電話給我們 希望我們可以去SF2分行 試試它來的辣椒版面 開始的時候我有點抗拐 因為覺得版面不是版面 應該來來去去都差不多 難道你Saba來就特別好吃一點嗎 一個星期前抱著一個 試一下武房的態度 試一下它們的辣椒版面 試過之後才發現原來我真的錯了 它們的版面確實有點不同 至於有甚麼不同呢 一起來看看吧 Let's go 我身邊這麼漂亮的就是這個 Saba辣椒版面的時頭婆兼負責人 所以其實有幾個問題想問 第一個就是 究竟Saba辣椒版面 跟我們平時外面吃的辣椒版面 會有甚麼不同呢 首先呢 我們的麵全部是自己打的 再來是我們的辣椒 也是自己炒的 是用我們Saba style來自己炒的 然後我們湯的那個湯 也是跟住Saba style 在吃的時候 就會換個筋子 然後最重要的是 我們有一個Saba的版面 它會幫助我們的版面 保持那個溫度 還有一種溫黑的味道 OK好 所以就是 就是真是Pure Saba style的東西 去做這個版面 對 所以其實我還是蠻期待 今天再吃這個版面 OK 等你了 那第一個要介紹的就是 辣椒版面 因為它們的酒排 才是辣椒版面 這四個字 對吧 其實這個版面 看起來是一種出品的辣椒版面 其實真的沒有太大的分別 只要吃什麼味道 就要試過才知道 那麼多位 我不客氣了 吃版面之前 要加辣椒和拌勻 應該所有人都知道 最值得一提的 一定會是這裡的 這個辣椒 我會用鮮辣來用它 除了食杖口裡面還有一個辣味之外 它後面還有一個很香很香的那種 蝦味的味道 可以從你後面這樣散發出來 所以這個辣其實是屬於那種有層次的辣味 即是它不會說只是死辣那麼簡單 另外要說的就是 它用右面的原因 就是除了可以更加好拌勻 那些材料之外 第二個原因就是 它可以將辣椒沾得更多 所以當你在後面的時候 那個辣椒的香味 真的令到你整個人很刺激 很過癮 聽不到口 另外要說的就是 這裡的麵 這樣說可能有點誇張 但它真的有類似意大利麵的 那種口感 而我是喜歡這種比較硬心的麵 所以我會很喜歡這碗板麵 真的超棒 最後你給我介紹的就是這個 沙煲乾拌麵 它來的時候其實跟三雞蛋一起上來 所以你倒進這個蛋麵 然後跟它一起拌勻 就行了 這碗板麵的味道很好形容 它是一個有鑊氣的板麵 那這個沙煲除了可以 將整碗麵保持熱辣 這樣讓它很過癮之外 第二個重點就是 它可以幫它增加一種 焦香焦香的那種味道 就是所謂的鑊氣在那裡 那這個吃起來像什麼 其實它有些像外在外面吃的 這個亞煲老鼠粉 但是亞煲老鼠粉 老鼠粉就會軟身一點 因為它很吸收 那你用這個板麵來做 那時候它就更加有咬口 這個是我喜歡的其中一點 另外想跟大家說的就是 我是十分之不推薦大家 放辣椒在這個麵裡面 因為我上個星期試過之後 我覺得完全不是那回事了 因為這個板麵它本身就很夠味 加了辣椒之後 你待會覺得就是多了點東西 就不要那麼好吃 真的 最後這個就是一個來自沙巴的甜品 它是叫做起司比山的 比起外面的炸公椒 它就會更加淺色 更加靚仔 上高就滲滿了黃糖 和一點點芝士 在上高 這個真的很難燃我 因為它其實就沒有特別吸引我 因為第一就是我個人來說 就不是很喜歡公椒這個食物 第二就是它公椒的味道 確實跟黃糖是挺合適的 但因為它上高的芝士 可能是一個沒有融光的關係 所以感覺上高的芝士的味道 就沒有跟整個公椒融合在一起的感覺 所以如果它融化了 應該是會更加好吃多一點 所以你說它確實很特別 但是就是說 沒有那麼吸引我 我就覺得差一點點 喜歡吃辣的朋友 可以試試它這裡的辣椒版面 因為它的辣椒真的特別特別香 如果你不吃辣的 都可以試試它這個沙煲乾爐版面 都挺值得推薦給大家 直接說的話 其實這間版面店 是我在KL吃過這麼多版面 算是可以排名很前的那間 如果真的想來試試 可以搭我的命出去 或者老闆會計你貴一點 那就先這樣吧 拜拜